2009年的第12題 它就說在以下的數列裡面 第一、第二、第三項分別是1、2、3 這樣就看到第1、2、3項的1、2、3 然後後面有一句說話比較難理解的 我們嘗試理解一下 它說對於任意正整數n 第n加3項就是 第n加2項 第n加1項和第n項之和 寫出來就是這樣的 第n加3項就是tn加3 為就是等於 第n加2項就是tn加2 第n加1項就是tn加1 第n項就是tn加1 第n項就是tn之和 即是將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所以它在紅色的框框寫出來就是這一點 翻譯了這個符號 大家可能更難理解一下 我們嘗試再演繹一下 這三個其實是甚麼關係呢 我們先看看 tn、第n項 tn加1、第n加1項 其實即是緊接著tn 後面的項就叫做n加1項了 排隊的話最後一個是哪個呢 就是第n加2項 再下一個是第n加3項 它這句說話說的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第n加3項 其實是由前面的三項加起來 而得出來的 好,我們看看吧 就拿這個第四項看一看 第四項 如果根據剛才所說的第四項 前面那個是第3項、第2項、第1項 那你代n做1的時候 這條算式你會出到t4等於t3加t2加t1 就是用剛才的說法 即是第四項 其實是由第1、第2、第3項加出來的 那你看吧 1加2加3 就是6 剛剛好是6 那11其實是t5來的 t5其實是由前面的三項加出來 即是2加3加6 即是11 所以它其實這裡給了一個pattern 就是你想計這個 你把前面的三個加起來 就是這個 所以它現在給了一個顯示 我們要計第9項 那你就一路加下去 3加6加11 就會出後面的20 所以t6 第6項就是這三個加起來 出到20 我們要計後面的項 就把20加11加6 就是37 20加10加6 就是t7 一路數一路數 如是者 這個就是 11加20加37 就是68 好了 最後這個我們想計的 第9項 就是20加37加68 1、2、3 那我們就計完完之後 第9項就是1、2、5 答案就是c 20加6 2 4 8 7 6 6 8